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个欧式别墅的制作 在这节课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有 墙体的一些进退关系 欧式别墅的一些基本元素 在这里包含有欧式的线条 宝屏柱的制作 然后再来是别墅的一个屋顶制作 这些都是在做别墅的时候需要掌握的基本要领 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CAD图纸 在这里我们通过立面图纸 能了解到这是一个两层的欧式别墅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有一些欧式的线条 阳台上有一些宝瓶柱的栏杆 还有欧式别墅里面常见到的烟囱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的CAD图纸还是比较完整的 有一层平面 二层平面 屋顶平面 在立面上也有四个立面 一到十一的立面图 十一到一的立面图 还有P到A的立面图 和它的一个A到P的立面图 现在相当于它是有四个立面图 然后加了两张普世图 对CAD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CAD进行一个整理 然后将它们导入我们的MAX来进行它们位置的摆对 在这里我们就不对CAD的整理做过多的演示 在这里将CAD进行的整理和写块之后 现在我们将我们的整理好的CAD导入我们的MAX 在这里MAX是我们已经设置好了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导入 同样的在导入的时候 我们要先导入我们的平面 对它进行成组 坐标的归零 成功距的管理 平面1 冻结 坐标归零 然后要将它们进行对齐 在这里进行对齐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场体进行对齐 选择一些比较好对齐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大概观察到 一层平面和二层平面已经基本对齐之后 同样的对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然后来导入我们的屋顶层平面 在这里我们同样来找一些 我们比较好对齐的位置进行对齐 我们可以将屋顶 我们可以将屋顶 二层平面的屋顶和屋顶来对齐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对一下 对齐好之后 我们能看到这个地方也对齐了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然后我们可以将屋顶的这个层进行隐藏 将我们的二层平面也进行隐藏 接着我们再来导入我们的立面CED 首先我们来导入我们的立面1 同样的对它进行乘主 然后坐标的归零 在这里立面导进来之后 我们要对立面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 来确认它是哪一个立面 首先我们来观察我们的立面 在这张立面上我们能看到 有两个台阶的位置 然后有门 这里有三个窗户 这里有一个 现在我们再在我们的平面上来进行一个观察 有两个台阶的位置 是我们的这一个面 有两个台阶 有三个窗户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一点的 然后继续是门 所以现在我们能确定 我们的这一张CED是对应我们的蓝力面 确定好对应蓝力面之后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 将它的门和窗还有墙体进行一个对齐 我们可以找一些比较好的位置进行对齐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我们台阶旁边的墙体进行对齐 对齐好了大概之后 我们来进行一个观察 在这边我们来观察一下 门的位置也已经基本对齐了 这个窗户和平面有一些偏差 这一扇窗基本对齐 这边的门和平面也有一些偏差 它是在绘制CED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的偏差 在这边墙体也已经基本对齐 对齐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让它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然后在前视图里面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 让它们的水平线保持一致 然后将它移到我们的北利面上 对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对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蓝利面 对它进行一个冻结 也可以直接隐藏 接着我们再来导入我们的利面2 同样的选中之后进行层组 坐标归0 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观察 看看它所对应的是哪一个面 在这里我们观察地面的时候能看到 在它的一层上有台阶 然后对应的门 这个是车库 这边是窗户 在平面上我们能看到有台阶对应的 是这里 然后是门 再来是车库的入口 在这边 是窗户 所以我们要对CD进行一个X轴的镜像 接上好了之后 来对它们进行一些位置的摆放 我们可以对它的柱子进行对齐 然后再来确认墙体的对齐 我们能看到基本墙体窗户门的位置 都以基本对齐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让它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 放在我们的蓝利面 对它进行层的管理 北利面 对它进行冻结也很隐藏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的利面进行一个确认 看它是放在我们的哪一边 在这里我们看到利面上有一个烟囱的位置很明显 在这里平面上我们能看到 西利面上有烟囱的位置 烟囱的左右有两个窗户 在这边左右有两个窗户 然后有一个大窗通过这里能看到 所以这个面对应的是我们的西利面 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 同样的我们可以选择 对它进行对齐 窗户墙体 对齐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创建一个层写西利面 创建一个层写西利面 冻西利面 冻结隐藏 然后导入我们的最后一张利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确认它就是东力面 然后看到有窗户的位置在这里 这边还有一个所以 对它一个旋转 将窗户门进行对齐 成组 创建层 东力面 冻结隐藏 在这里我们通过对CAD的导入和它们平面 立面的一些位置的摆放 对图线 对图纸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这里我们先来建我们的 西利面和蓝利面 然后我们将西利面和蓝利面的CAD 进行一个取消隐藏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进行建模了 在这里我们是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把铝利面移到 就做了解 大家看 我们的新鲜 在这里我们只是把铝利面和蓝利面 也会变成 所以我们可以把铝利面和蓝利面 进行的 一个币准利面